这是我们营销部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做的方案 我们调研了几千个目标客群 还淘汰了几十个 费总 我们的时间都挺宝贵的 费总直接切入主题 好嘞 《乘风破浪的女神节》 怎么样啊 这个名字是不是一听就很有气势 令人心迟神 看中哪一个 你要是决定不了 那我就每一个 都帮你约出来谈谈 不用 我忙着开会 管总 管文 你们招商部对于营销部的这个方案 有什么意见啊 管文你这不对啊 你开我们营销部的会 你注意力不集中啊 你们招商部当时要提挡升级的时候 我们部门可是每个会都积极参加的 费总 你可能是冤枉我了 我正在思考 怎么样提我的意见才能显得更柔和一点 我对于您的这个方案 有三点想法 提出来供大家参考讨论 开始不编了 第一 既然定位是女神 你们选择这一款动漫IP 可能不太合适 我之前在TL的时候 听过 他们的经销商对这一款IP系列做过分析 他们主要的受众群是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 而且有六成以上都是男性 所以我建议可以把这笔费用 用在积分补贴和电力上 可能会带动更多有效的客人 第二 整场活动的装饰是以糖果色系 显得过于花哨了 不太像是女神节 更贴合儿童节的设定 我看过之前公安公司给你们发的几套方案 我个人认为里面有一套 莫兰笔色系更合适 地宝盒的颜色在夏季 更能让人感受到宁静和平衡 把公安部给的方案发给我看一下 第三 整个方案一直在强调视觉感受 还有明星活动 但是对于我们招商部而言 我们更希望了解到的是 具体的新增客流 还有销售运工 比如说你们这次活动 到底邀请了多少VIP的客人 还有 有哪些品牌已经提出 希望能够联动宣传 最重要的是 我们招商部能帮你们做什么 老大 刚才吓死我了 还帮你走神了 我是走神的 你想得您还能心二用啊 我又不是神 雷克森不是把他的方案付到会议邀请您了吗 我是提前看了 做了一点功课而已 怪不得 但是您这一顿狠批 雷总那边会不会小心眼 位置还没坐到高管上呢 就操心这些没用 这是你该问的吗 老大说的对 那我先去找大罗 看看阿姨之夜的合同签了没 去吧 雅克的提醒是有道理的 营销部和招商补是万迪两个非常重要的部门 我希望你们之间的合作能够有效而顺着 我做事向来对视不对人 更何况 帮助雷克森提升他的方案效果 这是帮他的KPI做贡献 我相信他不会这么出版 你忘了自己是怎么离开TIL的了 吃一千长一只这句话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如果丁总喜欢 你好我好 人家关系大过于多事 我也是能满自的 我的妈呀 我妈这速度可真是惊人哪 小威儿 你个完成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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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我谈了两个品牌 目前都有意愿 继续 飞途在条件上空间大一点 但是他们报电流程比较慢 需要六个月 力和倒是在开业上 可以赶上我们需要的金额 嗯 是不是你跟我找你有急事儿了 不用理一个相亲的 相亲 老大 您不是有男朋友吗 只是打算再找个备胎 你说什么 我上次看到你 方雅克 你要死啊 我这也是关心老大吧 是不是让你负责的区域 你都谈好了 是说你的部分 喂 喂 好 丁总让我们一起去营销部开会 之前也没有遇到品牌 方会这么抗拒 谁为什么 还遇到会 商场做活动影客流 品牌配合提人气 这么好的合作公营 他们为何不开心 是啊 所以我让下面的人去问品牌了 说着没预算了 而且这 而且什么 管总您别误会了 我就转述一下 是一楼那四个大品牌 尤其是TAL 说您之前答应他们帮助提升 销售才没关店 现在还要自己配合活动 自己掏钱 没这道理啊 雷总 你不是把话说得再明白一点 你们活动谈不下来 是因为当时 我们在挽留租户的时候 给他们画了一个饼 所以他们现在不肯积极参加女神节 不是我觉得 他们讲的 那您觉得当时我们该怎么样 让他们在万利 自生自灭 然后把门关掉 我们各个部门 都有自己的KPI 也请管总理解一下 招商从来没有跟品牌签订 任何关于市场活动费用 分担的协议 营销的锅 这样甩给我们招商不合适吧 但您之前那句会借助推广 来提升销售 这件事情 就已经让我们营销部很难做了呀 雷总应该从来没有跟品牌 谈过业务吧 不知道什么是美好愿景 什么是落在纸上的实际成果呢 够了 你们两个部门在这儿把责任炒清楚了 这问题就能解决吗 集团对万利 每个月的租金增幅 还有业绩都是有要求的 上个礼拜 我们的目标已经落好了百分之五 宇神节是我们第二季度 去充业绩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活动效果不如预期的话 那这个锅 不是你们在座的 任何一位部门主管可以背的 是万利来背 尤其对那些背着军令状和KPI的人来说 你来干吗 找您有事 您开了一个上午的会 我没有机会跟你说声话 但我也不觉得你在这儿赌我 就是一个好的机会 您明明知道 市场推广是雷克森的责任 你还当是小时候做错了事 找班主任主持公道啊 我承认雷克森他是一个游混子 但一个投资不大的活动不见效果 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的公司 待了三年的老人来说 没有任何的影响 但对于你的后续招商呢 还有厂内维稳呢 你那些一楼暂时不撤的牌子 可只答应你半年的花勇气 你不用觉得不公平 做好自己的事 就是对你自己最大的公平 我知道了 我会跟那些牌子去沟通 管文 学会修炼一下你自己的脾气 要不是上次你在雷克森面前 那么怼的的话 他也不至于在品牌面前挑拨关系 把这个锅扣到你们招商的头上 你的意思 我什么都没说 来 妈 马上汇报了 正经等 一会儿开会悠着点 彭天罗总可是狠狠地把你掺了一本 说你万力 自私自利 不顾集团情谊 夺走他们的目标品牌 导致他们调改失败 业绩和租金双向下滑 把自己掌租金的锅甩来真干净 嗯 丁总 之前你让我帮你牵制T2的事 我可没少处理吧 结果呢 背后捅刀子 抢我们恒天的牌子 这吃相也太难看了点吧 丁总有什么想解释的吗 我不知道 这没开店的牌子还分你的我的吗 难道这R1JHT打了你们恒天的标签啊 耍无奈啊 是他们先找恒天谈个合作 你们万力从中插了一脚 才把这事给搅黄呢 我说你是不是有点骑马的职业道德 自己集团商场里的品牌 就不要抢了吧 罗总没追过女生吧 什么意思啊 追不上的话就原地撒泼大棍了 丁宁 你别太过分了 所有的合作关系都是双向的 没签约之前它都有变数 至于这R1JHT 为什么选择的是我 我们万力的 而不是你们恒天 不用我多解释吧 再说了 被我们万力拿走 总好过被其他商场抢走来得更好 您说是不是 说得已是 正总 咱 既然R1JHT已经到手了 那近来万力的调整升级 应该是没问题了 嗯 我就等着万力明年年底 交出双倍业绩的大捐 您放心 正总 我这边有问题 您说万力这级的大错误 好像遇到了点问题 我觉得以丁总的能力 不应该啊 的确不应该 所以这女神节一定会如期盛大的具象 没问题 我说你干嘛在会上拍胸部答应活动没有问题啊 你这不自觉 绝后了我 你以为我不答应 他就会放过我 只要我在活动这件事上 没有松口 他就会一直拿着万力 敲了横天品牌的事 大做文章 说我既动了人家的蛋糕 自己的业务表现又不过关 我不答应的话 他就不会换个方向挑事了 那这么说 你就是在帮你们招商背锅呗 憎恶着 我说你是不是 针对那些有想法 赔啥锅呀 我是商场的总经理 他好了坏了 都是我的责任 是不是 这郑董呢 其实就是想让万力退无可退 只要有了我的承诺 之后女生结有天大的麻烦 我都没有办法去跟集团要资源 那一打算之后怎么办